和所有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一样 全游虽然讲的是一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但是它处处让今天的观众温馨自问 这讲的也太像我们的世界了吧 在一个大部分人都在真名夺利的世界里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还是僵尸组成的人类 将给活人的世界带来摧毁性的打击 长大一千年的长夜 会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弱势群体早已成为受害者 科学家也都知道了为什么 可是既得利益者还在欺骗自己和众人 全游想要告诉我们的 正是一个关于气候变化和环境灾难的故事 北境长城是韦斯特洛人最伟大的基础建设 也是人类要把核心问题和日常生活 隔离开来的可怜反应 从太空上看 不堪一击的北境长城 就是给地球贴上的一小片创可贴而已 有什么用呢 全游第七集里 斯诺已经问过苍天 如何才能说服陌生人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要把他们全部杀死 他抓了一个异鬼给瑟西看 可是女王只在乎利用这个灾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气候变暖肯定可以带来很多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 特斯拉就是其中之一 但把人类的灭顶之灾看作一个投资机会 或者新能源板块 就好像全游的剧情里 如果国师把杀龙的弹弓去注册了专利 拿去IPO一样 会让人觉得你的脑子出了问题 人类的低配大脑不具备处理气候变化 这种没有动机 没有元凶 没有时间和作案地点的罪恶 正因如此 气候变化正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悲剧 全游的作者把无形的灾难 具象化成为了夜王本人 把他的帮凶通过脑死的人类 也就是僵尸去展现 方便了剧中角色和观众们理解 领动这个灾难 可是在气候变化的真人秀里 又不止一个夜王 我们需要找到生活中正在制造温室气体的 大大小小的夜王和异鬼 然后奋力杀死他们 只有这样 维斯特罗人和地球才有希望 一三五不吃肉 不买飞机运送的蔬果 不买汽车 只买高质量寿命长的家电 这些都是可以给夜王减血的武器 全游电视剧 我们追了九年 应该问问自己 要做被夜王操纵的异鬼 还是杀死夜王的自己